欢联市沙古尔部落以及大本部落风年祭这个星期六举行 而这次沙古尔部落聚会所完工后第一次举办风年祭 族人特别欢喜 而大本部落也特别举行了新现任同木交接仪式 市长魏嘉贤到场观礼 也表示公所会持续协助部落推展各项事务 让原住民文化代代相传 17号上午沙古尔部落风年祭登场 随着领唱者嘹亮歌声 部落族人带来一连创舞蹈 市长魏嘉燕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还有代表肖明龙都到场来欣赏部落年轻人 带来的热情活力舞蹈 现场养溢着欢乐气氛 而这也是沙古尔部落聚会所完成之后 第一次举办风年祭 今天非常的开心 是我们沙古尔的一个风年祭 那也是我们第一次使用我们的部落聚会所 那我这边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前市长 魏嘉贤议员 那积极的争取了非常多的一个部落聚会所 那我们沙古尔聚会所就是其中一座 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代表会 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我们李政伟主席 黄达翔副主席 以及我们小米龙代表平岛代表等等 那感谢我们所有代表极力的争取 也要特别谢谢华联县政府以及原委会 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各界 那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能够办各种的一个活动跟一个节庆 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那我想在整个八月 我们知道其实因为受到我们天灾的一个影响 以往我们都是非常多的观光客来到我们各个部落 参观我们各个部落的一个风年祭 但是这次的人数其实比较少 那未来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邀请你外地的好朋友好同学 都一同回来参加风年祭 而我想能够增添我们部落的一个 不管是风采或是把我们背后的一个文化意义交给 告诉大家 也希望说我们部落在下一次的风年祭 能够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多人 那在此祝福我们所有主人一切平安 随后市长魏佳燕在前往大本部落参加风年祭 并且见证大本部落的新卸任头目的交接仪式 在现场贵宾还有部落族人见证下 市长为陈佑服穿上红色长袍 披上西雾袋及戴上项链 并且和黄镇春头目 为陈佑服戴上象征头目地位的羽冠 期盼陈佑服传承历届头目使命 也带领族人完成这次风年祭的庆典 大本部落的年轻人也以祭神武来感谢祖林护佑 让部落平安丰收 花联市工作表示 花联市最后一场风年祭 几巴尔巴尔兰部落风年祭 18号在南兵公园南车登场 而最后是8月24号的太鲁阁祖感恩祭 也欢迎大家把握机会 一起来体验原住民的文化盛典 介络会幻市报道 花丁